好 各位 又要重新开始我一个人的环岛之旅了 那我现在要去的地方呢 是三亚的一个南山文化风景区 那这个地方 有一个海上观音 所以我们去看一下 Let's go 我记得在多年以前坐飞机的时候 在海航随胜的书刊里 看到过一篇关于南山观音的介绍 朦朦朦朦的还记得当时有一张照片 就是这座观音注立在海上 非常的震撼 这座从1999年开始建造 耗时六年完成的观音圣像 是世界上最高的观音 所以海南环岛去南山寺 也是满足了我免胜的机会 南山旅游文化区 这个地方是一个佛教的一个圣地 我来了之后 发现那这个地方游客可能会比较多 我身后的这个就是南海观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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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各位 我现在在南山观音的脚下 这有一个活动叫抱佛脚 我们知道抱佛脚这个词 在中国平常的语境里 表示平常不准备遇到事的时候 只能够帮忙应付 多少带点贬义 但是如果在佛家圣地 你真的在抱佛脚的时候 这个词就变成了保义 人们借由抱佛脚 沾一沾佛家的仙气 祈求祝福 我上来之后发现 这个观音菩萨有好多脚 然后后来走了一旦才知道 原来这个是一个 一体三面的菩萨的一个设计 所以它是有三个面六个脚 南山海上观音的三个面 分别代表了智慧和平和慈悲 这样的一体三尊的大型观音设计 也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 看着这个海上的观音雕塑 是不是很容易想起 另一座驻立在海上的雕塑 来自美国东台岸的自由女神 南山观音的高度108米 比自由女神还要高12米 南山观音带来的神圣感 比自由女神要震撼许多 从观音像出来 若是中午时分 再通往普吉桥的桥校 有南山寺的树栽和树面 可以尝试一下 嗯 构造很简单 就是一碗面一个树牛肉饼和一杯椰奶 味道嘛还可以吧 普通的一碗面 有一个树的火腿 它这个树火腿做得好像啊 看里面这个肉丝 解饿是可以的 当然如果不愿意吃树栽 在景区里也有吃肉的地方 很容易你就能够找到 吃完饭 在景区里还有一个地方 可以去看一看 南山寺 南山寺 南山寺它整个一个是以 盛唐时期的寺庙的格式 建立的一个寺庙 所以在这个寺庙 我们可以看到很少见的 唐朝的大殿建筑的风格 我到达大殿的时候 遇到了四里的生人 在诚津 governments L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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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着这涌上的繁衣 望着四前的大海 不知你是否和我一样 有一种海天佛国的秘境之感 这个寺庙也是我国最南端的 一座寺庙 它特别在大殿的门口设立了仁王殿 仁王殿它是门神 正守着我国的南大门 除了海上观音和南山寺 南山景区还有一些地方可以参观 比如三十三观音堂 里面的三十三座形态各异的观音雕像 非常的新美 你也可以稍坐停留 我现在从南山旅游风景区出来 这个景区主要的景点应该就是南山海上观音和南山寺 那其实南山寺也很小 主要还是这个海上观音 比较深寒一点 那整体时间大概需要两个小时吧 怎么说呢 这个景区也就中规中矩吧 可能是一个旅行团打卡地 就这样 看行游路遇见故事 这里是宇宙书正在海南环岛 关注宇宙书 我们一同上路